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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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其中 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新闻 这新闻呢 就是呢 报纸说呢 这个马来西亚呢 有可能呢 即将会取代这个新加坡 成为这个亚洲呢 哈 数一数二 最大的这个数据中心国 啊 大家都知道呢 最近看新闻呢 看到了美国呢 陆续有几个科技的龙头 啊 都来马来西亚啊 就是 啊 楼佛 新山这边呢 开这个数据中心 其中包括了NVIDIA 还有这个Google 还有这个Microsoft 啊 OK 所以 我们每天讲这个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啊 到底这个数据中心是什么来的啊 啊 OK 刚才我跟大家讲的那几个科技龙头的公司啊 就是NVIDIA Google 还有Microsoft啊 啊 OK 他们是很大的一间公司 一个全球性的公司 然后他们的业务啊 非常的大啊 啊 他们也是全世界数一数的最赚钱的公司啊 OK so 我们想回去了 如果我们现在 我们自己是开一个公司的 我们是一个小公司啊 通常你一个小公司 你一定会有个电脑罗啊 像我的证所也是有一个电脑啊 我证所有两家电脑啊 OK 一个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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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你的公司 你一定有一家电脑啊 然后你要电脑来做什么啊 首先你需要电脑的那个基本的功能啊 啊 就是可以处理文件啊 啊 然后 呃 可以帮你啊 计算一些东西啊 啊 好像Excel啊 这样啊 OK 然后呢 这是第一个用途 就是计算机的用途 第二个用途呢 就是储存 就是你的所有那些数据呢 啊 全部储存起来啊 你打开来你要发 OK 你要找回几十的数据啊 可以找得到 然后 第三个用途上网啊 很多东西都需要用到网络啊 所以你公司为什么会有家电脑 基本上你需要这三样东西 一个是计算机的功能 一个就是储存的功能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啊 上网的功能啊 然后你想象一下 像Microsoft NVIDIA 还有这个谷歌这么大的公司 他也是需要电脑哦 但是呢 他所需要的电脑呢 不是你的公司里面那一家电脑好不好 他需要一个超级大的电脑哦 这个电脑有级大了嘛 像个工厂像大 而且是很多间工厂 全世界都有啊 拿走 不是一间吧 啊 这个很像工厂这样的电脑呢 就是数据中心啊 OK 所以你想象一下一个工厂规模的电脑 它里面呢 啊 也是具备了这三个功能啊 计算机功能 储存功能 还有这个网络的功能啊 OK 所以 它里面的样子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啊 就是你把你的电脑CPU拆开来啊 里面也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你把它想象成一个工厂的规模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现在这样讲大家明白了吧 这个数据中心大概是这样的东西啊 啊 然后呢 这个数据中心啊 之前呢 在亚洲了 那些先进国家很喜欢去的地方是日本还有新加坡啊 为什么不用想都知道 日本新加坡是整个亚洲数一数二最先进的国家啊 OK 所以这些呃 外国的公司呢 也是看这个日本新加坡啊 你是最先进的最高大上的国家 OK 我就来你这边做这些跟科技有关系的很高端的东西啊 啊 然后日本那个我不讲啊 我先讲新加坡了啊 近几年来有一个趋势就是呢 这些数据中心啊 从新加坡移过来啊 这个ROFO这里啊 就跟新加坡 我隔一个那个新楼海架罢了 1km罢了啊 啊 为什么 就是呢 新加坡他会面对一个问题 因为呢 这一个数据中心啊 他需要用到的东西呢 新加坡的没有办法继续无限的提供了 他需要土地啊 蛮大的土地 我都讲了一间工厂 OK 然后呢 他需要水 水跟电 大量的水跟电 OK So 一乡下 新加坡 村土如今的新加坡这么小啊 整个国家就是 700多平方公里罢了啊 从东边到西边啊 如果你是驾车的话啦 如果没有塞车没有什么交通问题 其实是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到了啊 OK 然后 这个新加坡土地不够咯 大家都知道了啊 第二 水跟电 新加坡的水有多么珍贵你知道咯 OK 啊 这个水呢 是要用来给这个数据中心降温的 至于电呢 大家都知道咯 一个工厂就是一个电脑啊 它需要24小时不断的用大量的电咯 所以我刚才说 这个水之源在新加坡是很珍贵的 它自己都不够用了 它必须要从ROFO这里拿水 啊 所以它没有这样多的水来给你用在这个数据中心 电 新加坡的电是超贵的 为什么 因为新加坡坚持呢 要用天然机来发电 它的电是非常的贵的 啊 马来西亚的电呢 我也不敢说便宜啦 但是跟新加坡相比的话便宜很多啦 啊 OK 所以你想一下 只要你马来西亚政治稳定 然后马来西亚的那个基建设施那些也不会太差 啊 还可以让我开得成这个数据中心的话 那些外国公司啊 就觉得可以啊 马来西亚也可以开啊 尤其是靠近新加坡的这个ROFO可以开啊 所以他们就陆续来开了咯 啊 然后呢 马来西亚的就补足了这些新加坡的补足指数 第一 你要土地马来西亚大把ROFO这边大把啊 OK 第二 你要水跟电 我们这边有便宜的水跟电啊 OK 所以就这一些优势呢 啊 就造就了今天这个现象 这个数据中心呢 从新加坡呢 转移过来马来西亚啊 所以总有一天呢 马来西亚的这个数据中心会超越新加坡 不奇怪 因为新加坡自己做不来啊 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之前我做过很多个视频 我都讲了 为什么会有新楼特区啊 就是很多东西呢 新加坡没有办法做的啊 因为他被土地限制了 被这个水电支援限制了啊 这些东西他必须要打过去给了 然后他自己继续做一些比较小规模 但是呢 又很高端很高科技的东西啊 然后像数据中心这种啊 需要大量土地 大量水电支援呢 他没有办法做 就打给马来西亚做 马来西亚有这个本钱做啊 何乐而不为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之前就说过 新楼特区就是一个互惠互利互补的关系 你新加坡做不来的东西 马来西亚做啊 然后呢 马来西亚呢 可以重重获利 好 现在这个数据中心啊 我相信大家应该很有概念了吧 啊 然后大家想一下 这个数据中心开在马来西亚 有理没有理 这些国际的大公司 每年要丢多少钱进来马来西亚 然后这些钱是在马来西亚市场里面流动的 你想一下啊 那些土地啊 建设 土地税 门牌税 啊 还有呢 你整个建设啊 的每一个零件 甚至是每一个螺丝 都是跟这里拿过的 啊 然后呢 啊 你这边的所有的人力之严 当然你不可能从外国特地放人来这边雇啦啊 OK 你应该也是大量的要请这边的人 啊 然后顺便也可以培训一下这边的人 啊 所以呢 这个数据中心已经建在马来西亚了 跑不掉了 你还怕什么 啊 它里面的所有东西呢 整个这个产业链呢 啊 都钉钉在那边的了 啊 肯定是马来西亚供应的了 然后马来西亚整个市场都可以重重获利 啊 我相信这一点不需要我讲的太明白 你们应该知道吧 就是整个数据中心已经钉钉在那边了 它所需要用到的每一分钱都是会流入马来西亚的市场 就是这么简单 吧 OK 这样的东西 何乐而不为 绝对是好事啊 啊 啊 虽然呢 在市面上呢 你看到有些酸民在那边酸烟酸烟 哎呀 数据中心啊 不是那种最高端的 啊 科技核心啊 啊 这种就酸民咯 啊 现在先来数据中心可以不可以 啊 你还没有学跑 你就要先学飞啊 啊 数据中心还没有开始做 啊 你就要先做Ironman的那种科技啊 OK 所以这些酸民机是没有必要去打理它的 我们楼佛这边 我们很开心的继续赚科技中 这个数据中心的钱 OK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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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观赚 是啊 是啊 啊 啊 remo